这次举办的中部原乡地区传统射箭交流赛 就有来自本县信义仁爱 台中和平以及苗栗泰安四个原乡地区的族人 看到大家热烈参与此活动 一元时清水肯定了主办单位的用心 射箭自古以来是我们原住民的一个传统的文化 深不离手 但是现在已经比较少使用 但是这个阿弥陀学会为了我们传统的文化 他们很努力让这个射箭的活动能够一直传承下去 传统射箭的部分要传承 一直到以后 不管我们以后没有再射 这是我们的布农组的 射箭的部分 希望能够在部落里面发扬光大 由于传统射箭这部落 正慢慢受到大家的重视 不管男女 大家都非常喜爱这个活动 对这些参与选手来说 部落发展此项目 也联系了竹人间的情感 这也是很具有正向的意义 打猎是男孩子的专场 我们想说你这个弓箭是休闲 那我们女生应该也可以 所以我就在参加这个弓箭的活动 这样子我们感情就更好 而且我们这整个一个 大家建有 大家在一起常常见得到面 然后大家在这个射箭技术上的交流 所以大家都有一级前掌 能够号召中部地区热爱传统射箭的族人聚集在一起 这都归功于主办单位 新一乡阿民伦射箭队 三年前当初只想办理连移性质的比赛 如今有越来越多部落加入 看出传统射箭推动已有很好的成效 经过三年的时间 我们推广这个传统射箭呢 也如大家所看到的 我们的人数也越来越多 那在这边我也是希望 我们的长官呢 能够重视我们这样的一个文化 让这样的一个文化 推广到更普及到每一个部落 传统射箭原本就是原住民的生活文化 虽然已没有像过去一样 拿着弓箭器狩猎 不过藉由部落来生根发展 也是振兴原住民文化的工作 族人们也期待 全职单位未来也能够重视这项活动 让此文化永久被保存下去 明以希望黄叶怀 新一采访报道